两辆秀绿车路口处正面对决 摆车车身被撞上之后 360度翻了一大圈 还波及到路边停车 车们严重凹陷 只能说衰啊 倒霉啊 就在我的面前这样翻转啊 就像电影一样 犹如上演玩命关头的车祸现场 在台中西区五郎街跟桂河街口 7号上午车子被撞到翻了大跟斗 开车的是一位46岁女驾驶 监视器在网路上转传 网友直呼有够惊险 女驾驶这一番根本是女版的唐老大吧 她蛮镇定的走下来看一下 然后拿出手机来看打电话 女驾驶第一时间非常的淡定 走下车双手插腰上前查看 索性双方驾驶都只有擦错伤 送医治疗都没有大碍 初步离五星驾驶会议规定辆车 五星驾驶会议规定减速 其实有时候大家抢快啦 他们在入口的时候也不会停一下 那希望说借由这个号字 让大家可以稍微减缓速度 小巷子里没有红绿灯 警方呼吁要减速慢行 当地的里长也希望能够增设号制 减少事故发生 同一天上午在高雄也发生了惊险车祸 货轨车要左转时车身严重倾斜 接着碰一声翻覆 整台车横倒在路旁 被视重心不稳 就慢慢的就倒下来 碰一声很大声 你若是说旁边有两三台车 是不是压变 是不是都没车 在书旁也稳也平安 还好当时旁边没有其他的车辆 53岁的货车司机也没有受伤 货柜车横躺在车道 警方到场等待拖车来协助排除 目前出判疑似是车速过快 才会导致货柜车翻覆 不过大型车辆开到半路 突然反复倒下 一样用路人士生死一线间 体育变的新闻 徐姬红 徐立方理 参与台中高雄才有报道 四名远景冲进超商 将白衣男子压制在地 我不是很乱讲 双手被上扣 男子情绪还是相当激动 被送上警车之前 还不断大声咆哮 他们排了很长的队伍在结账 结果就突然出现了一个男的 他就要插队 然后插队的时候 刚好那个店员就跟他说 不可以插队 要去后面排队这样子 结果他就突然爆冲 然后就冲上去柜台 打那个7的店员 7号中午12点多 49岁的马姓男子 到新北市政府 正对面的超商买东西 却因为结账时 排队的人龙太长 疑似不满等太久 想要插队 但女店员才刚开口拒止 对方去冲到柜台前朝他挥拳 女店员被施暴后躲在柜台里 而事发第一时间 是有三名热心的民众 上前帮忙来抓住嫌犯 等到警方到场 将他依现行犯来逮捕 23岁的简性女店员 头部和手脚都被打伤 嘴角更有明显的破皮 像往常一样上班 却遭到客人殴打 气得到派出所 向对方提高伤害 超商暴力案件频传 现前内政部长徐国勇提议 可以配发辣椒水 或防冷喷雾等等防卫器具 但这回店里似乎没有准备防身物品 嫌犯插队在先 还大胆攻击女店员 嚣张行为 吓坏当时店里其他人 幸好当时有热心的民众 第一时间出手帮忙 才没有让女店员 受到更严重的伤害 TV约新闻 吴具权家安曼新闻报道 坐在超商门口聊天 突然传出两声巨响 碰碰 两块落地窗 瞬间被击破 两名路人连忙站起来 四处张望 到底是谁扮演乱开枪 要是射到人怎么办 超商枪击事件就反而在日前凌晨一点多 警方当晚就逮到枪手 发现对方身上还藏有证物 一把空气枪 一包钢猪弹 还有一罐瓦斯罐 44岁灵性男子落网后公车 不是故意要破坏或是恶作剧 而是听到有人要对他不利 才会半夜跑出来对空名枪 但实际上这两枪根本不是朝天空 而是从对接射传潮商 就怕射到人 就这样 他们电影也是会出来看 怎么那么闲 警察来了两三个 可是来的时候人都不在了 临近抢手时候被一毁损罪送办 警方调查他是当地猎馆人口 怀疑当晚吸毒之后 情绪失控出来闹事 监视器曝光远景一眼认出对象 因为骑车逃跑就没事 结果躲了11分钟就被抓 公车人是别人要对自己不利 但按下板机瞬间 根本是自己害自己 还差点波及无辜 相当里头一辆机车双载 从远处骑过来 只见他们在一间名宅前停了下来 原本就是要来找朋友 结果没多久后 传出这里头有人受伤了 警方第一时间紧急到场 接下来又出动十多名快打部队抵达 大笔警力同时赶到 让附近邻居还以为发生什么刑案 占星屋主说 当时这辆双载机车 直接骑进屋内 结果双方发生口角之后 对方直接拿起折叠伞 扫把柄攻击 这里附近都是住宅区 因此叫一点声音都会听得一擒二楚 当时的争吵声也让附近住户立刻报警 案件发生在3号下午1点多 新闻市这处住宅区里 张先生说当天讲好 要还一笔3000元的债务 但阳性女子和朋友一到场 口气不好 没多久后就吵了起来 结果对方朋友捡起东西就攻击 冲突一触即发 但事后阳性女子也指控 自己在冲突过程中被打巴掌提高伤害 喝酒醉 喝酒醉 对啊 然后还有大吼大叫啊 也是会啊 很长哦 蛮长的啊 一两个啦 因为警察来一下他就安静了 由于这户民宅 家门口设立了一个巡逻点 远警平时都会特别注意 这回又有民众报案 更不敢轻忽 这回朋友之间的借贷问题 竟然大打出手 钱还没拿回来之前 双方都得进警局 TVS新闻 蔡明逊万华令物新宴 新闻市报道 新店咖啡贸易商的枪击命案 有最新的进展 因为大陆国台办今天一篇文字说明 让遣返嫌犯出现曙光 国台办内容提到 经过讯问黄姓嫌犯 在新北市枪杀核心被害人已经坦承 而且厦门市公安机关决定 将黄姓嫌犯遣返回台 和国台办是对口的陆委会 有跟对岸建立共同打击犯罪平台的法务部 以及常私下和大陆公安执行遣返的刑事局 谁要接手 因为今天就新店那个抢击的灵案 不完便讲 消息曝光警方很低调 但法务部部长蔡清祥证实 相关细节正在讨论 透过窗口得到的讯息是说 有关工作已经正在进行当中 我们很高兴听到有这样的讯息 而且也很乐意 两岸共同打击犯罪 能够有效的持续进行 由于两岸政治关系 共同打击犯罪 今年成效几乎是零 这回国台办主动证实 似乎也想掌握主导权 把球丢给台湾 去年潜逃大陆的通气犯朱雪章 从厦门搭击到松山机场 遣送嫌犯曝光 大陆公安也不知道消息怎么走漏 让台面下处理的默契出现裂痕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还不稳定 这回可能遵循朱雪章模式 让公安押人回台 在机场空桥叫人 由于隔离14天已到 就怕错失抓回凶手黄勇群的机会 最低调的执行单位 只好闭上嘴 默默做 第一被宣讲 沐与韩尚伦特别报道 他就会称赞说 我好可爱 那个看起来就是 他说很喜欢我写的文章 言谈之间就是会夸赞 我说什么冰雪聪明 会说我很有那个洞察力 就是这样被撩 连网红四叉摸都说 林秉书让人很难不晕船 他会说我还是单身 要不要帮我介绍男朋友 他说他很想帮我介绍男朋友 可是他觉得他认识的男人都不好 没有配得上我的 你不要再问这个 不只会讲话 而且会技巧性赞美 也就是年轻人说的 真的很会聊 小细节都能观察入围 四叉猫跟林秉书吃了四次饭 每一次林秉书都积极下功夫 甚至知道四叉猫爱吃草莓 林秉书就买了两盒日本草莓寄过去 而这两盒要价1980 无意间提到说自己是国安会的人 然后就有时候会讲说 他跟一些人有人脉 他会讲话中 然后就特别讲 然后提到某件事 然后讲到一半就讲说 这件事我们国安会之前 怎么样怎么样弄 林秉书交友很有一套 不只会请吃饭 还会主动说要帮忙很多事情 不只接触政治人物 网路迷人意见领袖 也都在他的目标范围 他吓到 官长陈志涵林秉书也接触过 据了解林秉书 透过人脉拉人脉方式 无意间透露自己人脉广 取信于人 林秉书事件也凸显出 甜言蜜语听听就好 请逼别新闻 林秉书刘采薇台北报道 这是在预告自己可能不选连任 跳级攻总统大位吗 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论坛 不时跟柯文哲郑文燦开玩笑 这画面蓝气的牙痒痒 说他有空白绿河 没空拼公投 人民关心 想要我们去做的事情 我们都前一步 我相信国民党内部 也有这些想法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 以民意回归 苏主席公投开后 我们就有人戏称这是侯友宜条款 唯一心一意 好好为人民做事 连党主席朱立伦提出地方首长 只要对公投说 我同意不必论述就算过关 侯友宜也没正面回应 不参与宣讲 邀约已读不回 对国民党一刀切的彻底 党内直言侯友宜若抓不住蓝营基本盘 又要怎么选2024 如果说地方诸侯还只是看着自己2022能否连任 是远眺2024是不是更上层楼 而忽略了1218公投的重要性的话 当然党内会有不同的声音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国民党的不满 持续升温 公投四个同意逐渐被民进党四个不同意抽车 侯友宜身为最大地方诸侯始终不表态 眼看距离投票只剩一个多星期 内部焦虑到快炸锅 朱立伦首当其冲 我也听到很多的压力 对于对于侯市长 甚至对于朱主席 可能会最后一周有其他的方式 表达他的一个支持 录影 或者是说用某种方式呈现 或是跟朱立伦同台等等 侯友宜想当不沾锅 反变国民党的压力锅 朱立伦恐怕没料到 本来一手的好牌 竟变成自己最棘手的难题 TVBS新闻程序 李平台北报道 翻看林秉书妈妈告别是花篮名单 将近百人有送花之意 但现在问题来了 传出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送花 说的就是这长串名单 放言望去是另类的众星云集 从司法教育政商媒体界都有 只是看似满满人脉 有多少是真的认识的 翻开司法界名单 从司法院院长到各级法官们都有送 不过林秉书姐姐是法官 因此情有可原 另外教育卷名单有中研院院士 国立大学教授以及多位国中小学校长 但毕竟林秉书父亲是退休校长 母亲是老师 所以说也不意外 但政商媒体界名单就被说money不少 有部分上市企业怒哄 根本没人来询问 更质疑三色名单格式有误 跟林秉书并不认识 完全没有人能接触 那我后来查了一下 是我们的总编辑 跟他是联用 所以用我的名字送了花 这样子 那我问了一下我们同仁 他其实跟他也不太认识 确实文化界很傻眼 据起林秉书是拿着赠花名单 给利益公司安排 花烂费用则是向三家勤款 利益公司是不会特别打电话 向赠花人求证 至于林秉书最常混的政界 敢行程不愿停下来回答 有名经党立委说 是因为同选区 或者跟他父亲有交集才送花 但有人证实是林秉书自己来要的 强调只有一面之缘 但确实证实人物有时很难回绝 有时候人家跟我们要花篮 即使不太熟悉了 我们有时候也不好意思拒绝 或许是看全这情面上的漏洞 在母亲告别室上演 真花假送 TVB的新闻红富华 刘廷提供 我自己觉得蛮奇怪的 怎么会突然留出这样的照片 什么照片 让民众党立委邱成远 也被扫到林秉书的榴弹 周刊在报一张林秉书 和立委们聚餐的照片 里头林秉书坐在正中间C位 画面左手边是民进党立委范云 还有郭国文 右手边是民进党立委中嘉宾 还有民众党立委邱成远 五人能够一起这样聊天吃饭 真的和林秉书不熟吗 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真的也没有 对这个人没有印象 我是受到中嘉宾委员的邀请 邱委员是我邀请他来 跟范委员一起吃饭 在席间呢 有听到郭委员提到说 他有这样一个人要过来 可能就在附近 因此呢他进来了 那就跟他聊了几句拍个照 其实也不太印象他是谁 确实照片拍摄时间 是2020立委选举完后 中嘉宾跟范云都说 是郭国文邀的 那他应该是中场才来的 那是别的立委邀他来的 应该就是那个郭委员 他应该自己有讲到嘛 那林秉书因为之前有提过说 他欣赏范云嘛 因为你刚刚跟范云吃饭 他打电话来就说 那你要不要一直吃饭 他就跑过来了 是这样子 是所以你跟林秉书熟的程度 大概到哪 这个很难比喻 你就是认识嘛 跟林秉书到底多熟 郭国文也讲不出来 但能确定范云就是在这一场 认识林秉书才会有后续 范云跟她的这张照片 而高嘉宇的19秒逼迫片 也有画面曝光 现在就是那个司法侦查中 我们就交给这个 法院去调查这样子 好不好谢谢 不再多说 但现在人不断有新东西曝光 这事情还是一直延烧 TVB的新闻 刘一军还没有台北报道 现在我们三位台上的市长 是不是最有可能竞选2024的总统呢 柯文哲 侯友宜 郑文灿 蓝绿白三巨头合体 逃不了的题目 直接柯文哲皱眉 侯健眉表情 看来已经被问到淡定 倒是侯友宜 我们还有机会替市民朋友做什么 要把握 不然再隔了一言多 他也要离开了 他也要离开了 我搞不好也要离开了 这话是说2024有下一步吗 侯友宜前期没这意思 只是三人合体 柯文哲也抢在IG搭实室 说是三个网军受害者 我跟你讲哦 查那个林秉书 丈夫里面的金流都知道了 我们都知道怎么查 但是非常清楚 他们不会查 他们查不下去 讲到网军又有气 柯文哲除了发起意识 如果有这种网路的暗黑势力 谁在同胞里制造敌人 这个采了法律或者是这个道德的底线哦 那不只是应该收到谴责 那这个该收到法律的制裁 就要收到法律制裁 其实政府是要政策这个问题 有时候解联还是要细联人 说到网军政坛难得同仇敌忾 但最终查不查 也得剪掉说了算 TVB的学无愧 李泽恒台北报道 大家看到这个是个喜悦的一幅图 张忠谋夫人张淑芬 曾在镜头前展示个人作品 而幻化的他学画15年 去年还首都在台南办个展 张忠谋参观爱奇画展 副总长赖清德 和台南市长黄伟哲都出席 但高嘉瑜前男友马文玉 先前在电访中透露 林秉书曾借由某次画展 接近张淑芬 张淑芬女士会办画展 那这个林秉书就会去画展那边 想进办法亲近张淑芬女士 马文玉说 张淑芬当时告诉现场有人 你这个小兄弟不错 非常有知识懂很多 但对方一听 发现林秉书用画术 跟他们说是对方介绍来的 我的那个有真正地位的朋友就觉得 刚刚不是你对我介绍 这个林秉书是个年轻人吗 怎么看起来 变成我对你介绍林秉书 除了想办法认识张淑芬 也有周刊爆料 经检警清查发现 林秉书手机有资料夹 记录如何打进富可敌国的 X贵妇生活圈 他先从脸书结识画家 去年5月首见X贵妇 传讯息要对方抽空帮他提笔辉豪 两人认识后 常互动传简讯 林秉书把对话传给朋友炫耀 说他们分享医美 也谈股票投资 林秉书说他波段操作万海 从81块涨到191 两人关系还不止这样 林秉书自称他有到X贵妇家 还见了贵妇老公C董 当天刻意打给政坛人士 展现人脉 X贵妇还要林秉书去打听 台湾代工莫德纳疫苗的消息 对此诚实中说 台湾代工疫苗没成功 没印象是什么时候 跟林秉书合照 但林秉书到处与镇商人士搭上线 神鬼交锋拉抬自己身架 据毕业新闻最后报道 面对这场婚姻啊 我忍了16年 结理16年离婚收场 许先生控诉最终原因 尽是他 他跟我拿了钱之后 他跟冯光荣去了基隆 然后去汽车旅馆 然后去冯光荣家 点名艺人冯光荣和前妻 在网路上认识 许先生指扣 没想到两人关系超展开 他们到的就是这家 位在中和的汽车旅馆 郭姓前妻问冯光荣晚上来吗 郭姓女子还低音 慢慢骑车 我在811号房 最后两人通话22秒 冯光荣就说没有811 女子这时回应是118啦 显示两人劝使用见面 许先生更指扣 两人多次独处过夜 除了8月18号中和汽车旅馆 20号还到冯光荣家 包含西门町商旅 两人也待过 甚至前妻还为此 盗领小孩账户里头的钱 这部分法院说没查到记录 当事人正重新补件 不过冯光荣也喊冤 答辩书中他解释 担心女子人身安危 才到汽车旅馆碰面 只是基于朋友情谊 不断劝说请听 没有发生任何愉悦一般 男女交际关系的情形 询问冯光荣 他说事件已经不起诉 只是有些误会 谢谢关心 不过事实上 8号才将针对 侵害配偶权首次开庭 艺人冯光荣 陪已婚女性朋友进摩铁 到底做什么还要厘清 虽说夫妻感情是家庭纠纷 但扯上一人格外受瞩目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在当时离婚的那一年 我可能就会做了很多 你不要跟我讲 你给我闭嘴 2007年 马牛上节目录影 冯光荣献花 无预警献身 想来求和 但是马牛不满 看不出冯光荣道歉的诚意 气得当场不录了 不要录 不要录了 不好意思 回顾两人婚姻 当初只交往三个月 就闪电结婚 婚后才开始相处 而马牛因为子宫肌瘤 影响生育 也和冯光荣产生分歧 冯光荣认为说 都是你这个婚前 你可能就是说 就是说交友太过混乱 男女关系怎么样怎么样的 所以才会有这个 得着什么肌瘤 然后开刀 造成子宫伤害 现在可能不能生了之类的 如果你在这样下去 我可能要找代理孕母之类 讲出这样的话来 那对马牛当然非常非常伤害 结束于马牛五年婚姻 冯光荣在2006年 展开第二段婚姻前戏 出书影射马牛一丝外遇 让马牛气得暗铃体购 他影射马牛可能在婚前 就有认识很多的男生 怎么样之类的 甚至于在婚后 比如说马牛说他要去高雄 结果冯光荣的朋友 跟他讲说在罗东 看到他跟一个男生 在那边吃饭 讽刺的是官司期间 第二任再婚妻子 还挺着运渡陪上法庭 冯光荣跟马牛的关系 一度逼近撕破脸的程度 两人关系降到冰点 直到2010年 冯光荣结束第二段婚姻 双方才在张小燕的节目当中 瞬间化解纠葛四年的恩怨 目前马牛在直播卖东西 也会上游览车推销 而冯光荣则是兼职当游泳教练 昔日情史轰动演艺圈 至今两人也少有交集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到底有多优秀 五分钟内三次夸赞干女儿优秀 而这名干女儿超狂背景也被起底 现年44岁 具有法学博士学位 目前在中研院担任研究工作 也兼任健保署法律咨询委员 是否会因为干爸干女儿关系 以私害功 健保署书名 目前暂时不会针对该女委员的职务 进行调动 当然不知道 因为这个我又没有 又不是 又不是怎么样 会被你们报道的 又很难过 可会被人说我要缓过 我要去解释 一下不觉得愧疚 一下又说太太会难过 李伯彰脸色显得有些紧张 甚至出现口级状况 他说和干女儿是在学术研讨会上认识 已经长达一段时间 太太不知情 而两个儿子已经看到报道 我的个性我不会逃避问题的 因为本来做什么事情 就是要担当 你们假如玩一玩的时候 搞不好下个礼拜就结束了 也不一定 卷入桃色风波 李伯彰坦诚对干女儿有感觉 却说不觉得愧疚 而干女儿则是回应媒体 遗憾不实渲染 对当事人造成伤害 两人关系为何还得理清 而最难受的恐怕还是李伯彰太太 我也不会说觉得有内疚 或是觉得自己怎么样 地北新闻综合报道 排的人潮把北车大厅塞得满满满 全都是来打莫德纳疫苗 再从高处看更壮观 不说还以为是在排春节返乡车票 而队伍中也发现不少移工的声音 选家一天 选家一天哦 你刚刚等了多久 大概两个半小时了 因为这个还要医院啦 还要等哦 那个有一个手细很麻烦 所以一直等到现在 这个是最好的 来台北车站接种的人潮超乎预期 也因此紧急加开了两个县道 包含台北医院也最新进驻 就连警方也出动引导动线 但似乎没舒缓 排的人龙一圈又一圈 指挥官陈时中亲自到场视察 那边去话的很慢啊 这边去话很慢 我们要找一些行政人员帮忙 没想到会如此踊跃 从数据看北车接种站 第一天打808G 隔天就冲到2001G 更要拼第三天打3500G 而板桥车站和新装IKEA 也投入接种站行列 逛街同时能打疫苗 甚至还会送口罩和热狗宝兑换券 看准的就是逛街人潮多 设点方便信购 各线市卯足权力 猛催施打75岁以上 长者第一季从11月22号 含概率72.6% 慢慢上升到12月7号 变73.7% 第二季更看到显著效果 从65.1%提高到66.9% 只是纵观全国第一季含概率 78.61% 等于还有500万人 没有打 有什么因应对策 这边有大概是有200万人 是不在我们的 就等于是12岁以下 12岁以下是没有办法打的 然后另外一个 其实我们在 我们在这边的话 有很多的是不在即的 眼看莫德纳疫苗快要到期 卖场车站 光设接种站 赠品又因助攻下 想办法不让疫苗 最终被浪费 Tip的新闻 连至终于轮舟宣特别报道 被捕 就我们可以100%的保证 前天记者会才喊话快打疫苗 甚至是如果是预期拘留的移工 也能施打疫苗 不会被打 但是在隔天早上10点多 新竹有一名逃逸移工 到卫生所打疫苗 结果却被通报警方当场被捕 事发在7号早上10点多 一名预期700多天的外籍移工 来到新竹新风向卫生所 施打第一剂BNT疫苗 结果现场护理人员核对资料后 发现这一名移工拿不出自首书 也就是自行盗案权益书及处分书 因此拒绝施打 双方爆发口角僵持不下 卫生所只好联络警方 移送专情队做后续处理 那局的部分是希望说 我们先给他先给他打 那我们也是先 我们现在也会去联络那个个案 请他回来 请他回来 帮忙打这个疫苗 然后至于后续的流程要怎么走 我们会再歧视CDC长官 指挥中心呼吁 5万预期移工接种 保证不会被抓 说不管是攜带预期拘留证 或是过期的健保卡或护照 就可以接种 怎么这回卫生所却说 没有自首单不符合流程 我想可能不是逃逸的外劳吧 不过我们可以再切给一下 过期的这些外劳 我们是不会去 所谓的查处跟他逮捕 指挥中心还要再了解 只是现在似乎变成地方中央不同调 而且没有登记或是相关证件 怎么确认有没有施打过疫苗 安心施打专案对预期移工来说 现在似乎一点也不安心 TVB的新闻陈世明李鲁新竹采访报导 全台第一家后来门市 就在台南永康店已经经营了23年 不过他在12月12号就要结束营业 离关门只剩不到一周 停车场高高挂起出清三折起的扛棒 装潢能拆的拆 商品能卖的卖 统统出清假 风管出清消息一出 就吸引不少人来捡便宜 会觉得蛮意外 因为这边附近应该发展的蛮好的 今天聚餐听朋友讲说 他们快要结束营业 所以我就跑来看看 这家后啦 从1998年扎根在台南永康周华路 也成了全台第一间门市 但脸书上传出歇业消息 不少人都直呼好可惜 还有网友推测 传闻要改建成大楼 这位置肯定超强手 以后网友喊话 别再盖大楼了 许愿是IKEA或是迪卡龙进驻 第一家店收了 但今年三月 另辟地方特色门市 转型力求突破 原本店面周围 隔壁就是肯德基 Net 灿昆 还有知名的丙阿奇市场 对面有宝雅 康世美 麦当劳等 一公里外也有电影院 三公里内还有城大 昆山科大 南台科大等 是相当热闹的精华地段 他在建坪登记的话 大概就有将近六百坪的一个建坪 那这边的办公大楼的行情呢 大概一坪是在五百块左右 以HOLA这样的一个建坪来计算的话 少说他在每个月的行情 也要二十五万以上 房仲也说周边土地108年 每瓶约四十万 才过了两年 公告限制飙到每瓶六十到六十五万 等于涨了一点五倍 地主恐怕有考量 才会把后辣这块地收回去 二十三年的第一家店 花下句号 TVBS新闻学界 红松家军 台南报导 双十二电商优惠又来了 那到底跟刚买完的双十一差在哪里 因为十二有耶旦聚餐 加上年节之前 有龙头电商 他们就特别加码在吃的优惠上面 双十二总要跟双十一有点不一样的吧 电商看准了年末聚餐多 找知名星夜响兵合作 除此外 小资比较有感 虾皮双十二会推十张免运券 另外针对这个月 耶诞送礼品项也有折扣 我就是可能吃的 耶诞送礼之类的 应景的圣诞节小物 或者是给小朋友的什么 外套 因为冬天很冷 想买一些双面穿有毛的 像这种毛毛的 所以这个相比11月你可能就还想不到 因为11月还没那么冷 民众普遍有感跟双十一的差别 在天气变冷会想买外套 或挑送礼 热门保养品等 电商都有想到 像灵芝水保湿霜小黑平等 大之外 双十二会多上免运 跟额外的满千送百回馈 这次我们看到就是免运券领取的 目前跟双十一是不相上下 所以我们觉得双十二的买气 其实没有因为双十一刚过而被影响 那我们推出的这个餐券的兑换的话 现在相较于平日 已经有三成以上的成长 另外乐天的双十二折扣 相比双十一 各家都有满满3C电子优惠 这一回满桌的保养品 都是锁定朋友间交换礼物巢 小宗品原价七千九 双十二加三千出 包含YSL或精品LongChain等 最低不到四折 另外十二月天气明显转冷 外套电暖气 保暖的冬天棉被 也有三折起优惠 某某手脚倒是很快 除了美妆保养品 礼盒方面像樱桃 甚至刚进入产季的乌鱼子 都有双十二优惠 连过年吃的年菜 都有早鸟预定 无论双十一双十二 各家比价一下 都有不小便宜 这个电子面板 竟突然烧得焦黑 连电路也都烧断 甚至冒出焦味 你很难想象 这竟是知名瑞典品牌的 电热水壶 在厨房里面浑到烧焦味 然后去看才发现 那既然是从 那个筷子里面冒出来的 我那时候就吓到 赶快打插头拔掉 吴先生说 这一款电热水壶 已经用了三年 当年购买时 要价三千五 平时泡茶才会拿出来用 没想到这次才加热 三到五分钟 就突然冒烟 已经过宝了 要收回去的话 还要再付三百块的检测费 我就觉得蛮奇怪的 这东西 它你们的产品 差点烧起来 我寄回去给你们看 你们竟然还要 三百块的检测费 就觉得蛮莫名其妙的 对此业者也做出回应 产品已经超过两年保固期 强调家电产品 可能因为使用年限 和使用方式等因素 产生不同状况 但到底为何突然冒烟 家电达人有看法 这部分有可能是 消费者在使用的过程 突然电供率突然增加 或是说同一时间 使用过多的一个电器 导致晶片的溶解 但详细的状况 还是要检验来看 会比较精确 其他家电业者说明 一般来说小家电保固期限 约为一到两年 提醒消费者使用快煮壶 电热水壶时 尽量要有独立电源 避免和其他电器 共用延长线 以免一个不小心烧起来 水没喝到 还反而受伤 TW新闻 青年人员将垃圾车后箱打开 阵阵白烟从里头窜出 垃圾堆烧起来了 就怕酿成大火 工作人员紧急拿水管 洒水降温 现场的队员立刻就将 自收车里面的垃圾卸下来 然后立刻进行洒水降温的动作 后续就没有这个闷烧的现况了 原来闷烧的是这三罐瓦斯气瓶 里面还有残存气体 就被民众丢弃 而且还是混在一般垃圾里面 导致钢瓶在垃圾堆 摩擦碰撞后产生火花 意外发生的高雄严城 六号晚间十点多 环某局人员说 瓦斯罐 沙虫剂 喷漆 法胶罐等 都属于高压瓶罐 甚至是常见的打火机 也会有残存的液态燃料 连续压超过十秒 沙虫剂刚平 还是有液体不断喷出 如果丢气前 没像这样把液体或气体排空 直接丢进垃圾车 经过挤压 很容易就引起环境污染 或是像这次差点引发大火 但实际询问民众 大部分人还是不知道 钢瓶丢气前要排空 我不知道我朋友没有用这个 你会不会用 不会啊 你那么厉害 那气体要怎么 要上哪儿喷掉啊 要喷光才能啊 对 你会不会用 不会啊 不会操作没关系 只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 该丢回收的就要丢回收 交给工作人员妥善处理 最保险 TVBS新闻 吴少龙 高雄报道